美美 你在練什麼 練側腹啊 練側腹 你知道螺螞蟻側歪 其實不是練側腹最好的選擇嗎 因為他 大家好 我是超噁心的優比教練 大家好 我是Giro教練 Giro 怎麼了 道歉 還不道歉 超噁心對你的栽培還不夠嗎 我的內心還不夠仔細嗎 蛤 學姊 你到底在說什麼啦 我真的聽不懂 我太難過了 你竟然會選擇螺螞蟻側彎這個動作 來訓練你的側腹 我太傷心了 我要哭了 學姊 不要這樣 這個動作問題到底出在哪 你真的不知道嗎 拜託教我 OK 身為你的學姊 我一定好好的 教會你 擺脫你了 UB 螺螞蟻側彎這個動作 經常會是健身愛好者 訓練側腹部的選擇之一 但這個動作其實有很高的機率 會過度使用下背部的肌群 容易造成下背部不適 今天的影片會分析 螺螞蟻側彎的問題點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部影片 學到更多訓練知識和動作 最後也會分享一個風險較低的訓練動作給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在分析螺螞蟻側彎這個動作之前 我們需要先了解側腹 也就是腹外斜肌的肌肉走向 還有腹外斜肌會產生什麼動作 腹外斜肌的肌肉近端附著點在前外側肋骨 肌肉纖維排列會走下下前方 遠端腹左點會連接到腹部中間的分線 而較下方的肌肉纖維 則會連接到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大部分腹外斜肌的肌肉走向 是呈現斜向的 而有小部分的肌肉走向是接近直向的 接著我們說明腹外斜肌的動作 腹外斜肌的動作可以分成 單側收縮和兩側同時收縮 在單側收縮的動作中 腹外斜肌會產生的動作為 軀幹旋轉至 對側和側彎至同側 而在兩個同側同時收縮的動作中 腹外斜肌會產生的動作為 軀幹曲曲 了解完腹外斜肌的基本特性後 接著我們分析 螺螞蟻側彎的動作 在螺螞蟻側彎的動作中 起始位置身體需要維持脊椎中立位 身體向下做脊椎側彎 最後控制外側的腹外斜肌做上心收縮 將軀幹拉回起始的位置 這就是我們最常見的螺螞蟻側彎 但其實這個動作模式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若透過螺螞蟻側彎去訓練側腹 其實訓練效益很低 我們可以從視力方向來探討 側彎的視力方向為 身體由內向外回正 而能對其視力方向的 只有偏直向的腹外斜肌 所以 若以生物力血和肌肉走向來看 用螺螞蟻側彎去訓練側腹 效益其實並不高 第二個問題是 螺螞蟻側彎的動作 安全性偏低 風險較高 根據腰椎的骨頭特性 當腰椎產生側彎的動作時 會伴隨腰椎的旋轉一起產生動作 而腰椎主動做出側彎和旋轉的動作 會使腰椎的壓力過大 而造成受傷的風險 綜合以上這兩點 就是我們不推薦用螺螞蟻 練腹外斜肌的主要原因 講到這裡 那就會有人問 我到底要練什麼動作 才能練到腹外斜肌呢? 根據上述我們提到的 腹外斜肌會產生的動作 腹外斜肌在兩側同時收縮時 做軀幹虛取 在單側收縮時 會做軀幹旋轉 結合以上兩點 我會推薦的動作是 俄羅斯轉體 俄羅斯轉體的動作很簡單 首先 我們選擇要求為負重 坐在地上後 身體微微的向後仰 雙腳離地 此時從側面觀察的話 身體會呈現B字形 動作開始時 將一側的重量移到另外一邊大腿外側 再將重量移回 反覆操作即可 動作過程中需要提醒自己 肚臍要一直對齊前方 這個Q可以使腰椎保持穩定 不易產生旋轉和側軀 而負重的選擇可以挑選寬度和肋骨同寬的道具 例如要求壓力 這個小技巧可以使我們在動作過程中 更容易做出軀幹的旋轉 更利於控制腹外斜肌 若選擇的負重物寬度較窄 在動作的過程中 容易靠肩膀和手 產生動作 就無法有效的練到腹外斜肌 俄羅斯轉體的動作 是不是很快就學會了呢? 那今天的影片 也是超合心在2021的最後一支影片啦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一一回覆留言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一一回覆留言 但大家的留言 我們都有看過 其中除了有很多觀眾給予頻道上的建議 更有相當多的鼓勵 超合心也會帶著這些建議以及鼓勵 繼續製作出更好的內容 讓大家能夠在更有效安全的情況下訓練 所以在新的一年也要繼續大力支持我們喔 我們明年見 掰掰